大家期待很久的老班文化节 两天后,将会陆续登场 首先,我在这里欢迎大家 留意915,916,917的这三天节目 首先,915,我们会在下午6点 在玉财国中的大草场 进行文化节目 当然,915,916,917 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是10点 早晨到晚上10点 目前10点,将会有两个项目 开始的就是我们的老班文化馆 将会开幕 以及我们的建筑机械战烧会 也会陆续登场 最重点的就是 我们已经邀请到 中国藤州山东纪念馆的馆帐 将会开幕我们的老班文化馆 在玉财中学的礼堂6000方尺 已经打造成一个战场和文化馆 当然,里面有很多老班的故事 以及所有工具 以前2500年前 所发明的工具 都保存得很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就不要坐下这个量机 看看这个老班文化馆 再来 我们今天 已经部署开的 建筑机械展销会 首先 有 超过 60个当口 就会呈现给大家 重型机械方面 将会有三间大公司 将会用重型机械摆布 享树 以及我们的玉财新礼堂 里面也有家电协会的协助 有家电 也有本地美食 以及建筑材料 也有展示给大家 这个战销时间 是早上10点开始到晚上10点 下来 我们的重头戏 应该注重在花灯 花灯是全天候 也是10点开始 如果观看文化节目 大家要留意在下午6点 6点 大家可以在大草场 我们的节目非常丰富 9月15日 首先 有24节的零股 这是我们的玉财国中 一个比较出名的 一队24股 下来 有两个中华文化的舞蹈 下来 重头戏 也有一支 来自槟城的大棋队 也会来呈现节目 建造行方面 我们比较强行的 来自关丹建造行 将会呈现高装师表演 这样下来 我们也有请到 由新加坡 新加坡建造行 呈现的粤剧团 将会呈现给大家 所以成马克文化活动 最重要的是粤剧团 这是海外的一个建造行 将会呈现巷 大家要留意 这是9月15日 9月15日 花灯会 也有机器展览 也有老板文化馆开幕 大家留意 至于9月16日 是我们的马利西亚日 当然为了响应爱国精神 首先 我们6点半钟 将会摘下 马里木星期山 才有一个登山运动 目前的报名 已经超过400名 如果要报名 大家重缩 报名是60个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页 通过这个Google Form 大家可以报名 我们将会 大会准备T恤 准备这个礼袋 一顶一百周年 很精美的帽 当然也有一条毛巾 当然也有很多礼品和帐牌 我们7点钟 就会开始进行 我们请到的嘉宾 是这个万里蒙周医员 周禁宽 将会 主持这个废期禮 这样 药幕应该是 大约9点钟 应该就会 就会结束 这样 我们就会 第二行的 项目916 将会 关注在 这个 老板文化馆 当然 浏财国中 这个机器展览 10点钟 要开始 老板文化馆 我们有三项节目 首先 中12点 全国所有行友 和所有主席群 将会 扎在文化馆 将进行一项 敬仰老板的仪式 这个仪式 由中国藤州 老板纪念馆的馆长去支持 敬仰老板文化馆的馆长 会主持 敬仰老板仪式 敬仰老板仪式 敬仰之后 我们也有 一个老板的服务长 大约有30个服务长 将会 判发给我们的行友 因为这些行友已经 超过35年 在服务 今年是第四届 所以也会向文化馆盘发 第三个项目 是比较重点的 就是 我们是三个 三个团体 叫做三组 第一组 当然是马来西亚建筑合入总会 第二组 应该是 我们的 中国藤州 老板纪念馆 第三组 就是 我们的 山东省 山东省 这个 建筑业协会 这三组 将会 签一个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 就是全程 老板文化协议书 这个秘密 如果我们签下来 我们是要 全程 老板文化的 今天我们搞到文化馆的目的 将会打造一个 比较完全的文化馆 向马来西亚 这个协议书 双方 中国和马来西亚 将会有一个纪念馆 在不久的将来 会呈现向马来西亚 所以 这个是非常关键 也是我们空前的一个计划 唯一 建筑能够呈现的 不单止是 慶祝老板 先师保诞 当然文化馆 能够带出 老板的精神 老板的故事 和老板所发明的工具 能够将它 发用光大 这是我们的重头戏 下来 我们的第三场 就会在下午的六点钟 下午的六点钟 我们有个叫 马来西亚日文化大会演 这个马来西亚日文化大会演 将会穿插 三大民族的文化 因为马来西亚日 我们就会找到 吉兰丹州 一群比较出色的团体 它将会呈现四个节目 第一 马来西亚日文化的舞蹈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舞蹈 这是他们的特产 第二 是很出名的 这个叫做陀螺 然后我们就叫做佳星 这个陀螺的表演 第三 就是马来武术 就是叫做斯拉 第四样 就是皮影器 这些是比较传统化 还有很有特色的 马来西亚色彩的一种 一个游戏 所以全程到今天都还在玩 所以这个 他们将会呈现 呈现两场 一场是六点半 第二场是八点半 所以就会有两场 这个学校单位 将会呈现 这个二十四节零股 二十四节零股 第一批是中学生 第二批是小学生 这个小学生 不要看少许小学生 是二十四股 他们曾经在 我们匹拉州近达区 拿过冠军 这些都是有很知名度的 一些团体 下来我们有四个 中华文化 三大民族的传统舞蹈 重头戏 我们已经和 精武体育会 将会呈现 北施 北施 南施 很多人看 北施 比较少机会 所以我们会呈现 北施 和龙逢情场 什么是龙逢情场 即是龙和逢一起表现 通常我们看到很多 武龙和武士 龙逢情场 比较少机会 所以文化大户院 会穿插这件事 重头戏又回来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建造行的 最重要的是高庄 高庄师表现 这个也是我们 将会呈现两场 一场是六点半 第二场是八点半 所以大家请留意 当日我们的嘉宾 已经请到我们 北施州的 州务大臣 将会抽空出席 去见证 马来西亚日的文化大会 所以大家千万没有错过 OK 9月17日 将会是全国会员大会 每一年 就招集开我们21个属会 就连新加坡 都是我们其中一个属会 全国21个属会 是全部出席 我们的全国大会 是早上9点开始 当然到12点钟 我们要准备出席 我们北施州 北施州 8年 应典的一个五宴 这个五宴 应该是1点钟 在宜保 心仔独钟 我们是延开100席的 这个100席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所有 所有的嘉宾 1点钟 可以出席 先出席 我们的鸡尾酒会 那么我们的节目 如果我们的嘉宾 来到1点45分 准时出席 我们就会2点钟 踏正2点钟 就会准时开席 那么我们这一个特别嘉宾 是请到我们 马来西亚的副财政部长 沈志强 这个威比沈志强 将会抽空出席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今次的百年庆典 讲起100周年 每个都很紧张 以及很想去呈现 由新加坡这个组织 叫做白世音文化协会 他就已经请了一个导演 参加我们 无条件地去呈现一个节目 这个是重量级 而新加坡的广播台 邀请他们出席 所以我们就 看得见到很荣幸 得到他们的支持 白世音文化协会 将会呈现三个小时的 一连串活动 一连串的节目 在这个营会里面 现在延开100席 如果有兴趣参加 可以联络我们的比书署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看到 大家千万不要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大家希望能看到 白世音文化协会的呈现节目 OK OK 经过这三天的活动 我们也是 经过第三个星期的一连串的活动 这是比较重头戏的文化节目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有第四到第五个星期 也是一连串的文化节目 当然歌唱比较和歌唱表演 是不少的 不要忘记 我们的九月份 还有一个中秋节 在9月29日 我们第四到第五个节目 就是保留给我们的中秋活动 我们早前已经邀请了所有的中小学 已经参加我们的灯笼制作比赛 目前报名非常踊跃 目前已经收到大约200个灯笼的报名 OK 我们在早一个月前 已经攀发开所有的表格 给所有的中小学 目前我们有公开三个组别 首先是一个小学组 下来就是一个公开组 第三就是社团组 社团比较少 因为我们都呼吁那些社团能够呈现灯笼 所以这个灯笼制作比赛 所有的社团你们可以踊跃参加 因为每一年我们比较多的参赛是小学组 公开组亦有外浮的来 我们是决定在9月29日和30日 就收到灯笼 我们的喷掌典礼是在10月1日 10月1日就是6点下午 我们将会有中华文化传统节目 以及灯笼制作比赛的喷掌典礼 大家不要忘记 如果还有兴趣的话 将你的制作在9月29日和30日 联络我们的精武体育会 将你的登录交上来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